欢迎继续收听有桑子播讲的长篇玄幻小说《斗魄苍穹》第449回 在所有人的注意力都放在天空上的大混战时,却是无人发现战场下方那破破碎碎的天坟炼气塔的塔顶尖处的那层黑色的能量膜 不知在什么时候已经悄悄的再度变得虚薄了起来 甚至你要是仔细看的话,还能隐约的在那能量膜之下看到一对巨大的阴冷的三角形瞳孔 阴冷的瞳孔缓缓在天空上移动着,最后停留在了寒风和消炎的身上 特别是当他们两者身体上的一火升腾时,那对蛇童中的温度也是悄然的暴涨了许多 而且一抹极为人性化的贪婪,也是顺之而生 看来不仅是消炎他们想要把陨落心眼所吞噬,而后者似乎对他们也是有着一抹贪婪的心思 蔚蓝的天际,人影闪略而带起的破风声响不绝于耳 能量乍响,也是犹如鞭炮般的不断的响起 那股雄浑的能量波动,即使是百里之外,依然能够模糊地察觉到 此时的内院,大部分都已经在那战斗余波的扩散下,化为一片狼藉了 这也导致那些内院学员不得不向更外边的地方退去,而躲避余波的波及 退后间,一道道目光依然是紧紧地注视着天空上混乱的大战 这之中更多的目光却是带着一股狂热与兴奋 停留在一处战场处 这里一道年轻的身影肆意地爆发 而他的对手,那位在黑角狱中拥有极高声望的窦黄强者 却是近落下风,极为的狼狈 一处顶楼之上,柳晴的目光望着那模糊可见的两道人影 声音中那抹震撼,没有丝毫的掩饰 看来萧炎要胜了 在柳晴的身后,一道曼妙倩影玉立着 看她美丽的容貌,赫然就是柳晴的表妹柳飞 此刻,这位一直对萧炎颇有记恨的美女 望向天空上那道身影的目光中 却是再也没有了往日的那种怨恨的情绪了 她的先手轻捂住红唇 美眸一芒闪烁 翘脸上布满着复杂的神情 她怎么也未曾料到过 自己曾经百般看不起的一个人 可是如今却展现出了这一般 连柳晴都感到震撼的恐怖的实力 她的这种实力已经远超越了所有的学员的范畴 甚至连一些内院的长老都没有达到这种高度 如果说萧炎与柳晴斗的不分上下 并且最后两败俱伤后 柳飞就对她多了一分忌惮的话 那么现在 萧炎再次展现出来的实力 则是彻彻底底的让这个骄傲 这种实力已经远超越了一只毫无反抗勇气的小猫了 这种实力已经轮不到她具备反抗甚至得罪的勇气了 因为现在即使她最大的仪仗 她的哥哥柳晴 在这般实力之下 也是没有半分的抗拒之力 所以 在萧炎把那窦黄阶别的范牢压得近落下风的一瞬间 柳飞心中对萧炎的某种记恨 便自动并且极为彻底的烟消云散了 她虽然娇满 可是不是傻瓜呀 她知道什么人能得罪 什么人不能得罪 哇 就在柳飞心中心绪转动的时候 周围突然想起了一阵哗然声 她连忙抬起头看 美目投向那处被全院学生关注的战场 即使相隔甚远 可是她依然能够察觉到一股极强的进风突然的涌现了出来 把急蹦 天空之上 突然再度贴近范牢身形的萧炎 眼盲陡然一立 那即将拍到后者肩膀上的手突兀的紧握 肘肩儿诡异的朝前一突 身体一冲 肘肩之处一股强悍进风 瞬间凝聚 最后在一道冷壳当中夹杂着低沉的气暴声响 狠狠的砸在了那已经苍白的饭牢的胸膛上 碰 肉体碰撞的沉闷声响 在天空上响起 玄机众人便模糊的看见 那本来一直营绕在范牢身体表面的一层血膜 终于在此时彻底的崩裂了 而硝烟的肘肩则则是结结实实的贴上了前者的胸膛 先前被硝烟一分狂暴的攻击 范牢体内的斗气早就出现了虚浮了 那唯一用来保命的血膜 也就是被前者震碎的那个 因此 那拂面而动的雄魂斗气则是肆无忌惮地在他的胸膛处爆发了 血膜震裂了 失去了最大防御的范牢 终于是出现了败象 在那股劲气狂吐之间 他那苍白的脸色顿时涌上了一抹红润 旋即一口鲜血忍不住地喷吐出来 而他的身体也是犹如一颗炮弹一般静直地滑落天空 最后在无数道惊骇的目光中重重地射进 一处废墟之中 碰 建设起漫天的碎石 范牢的落败 直接令得满场 都是为之一阵 一名斗黄强者的落败 对于黑角玉这方人来说可是不小的损失 而且范牢一落败 便是无人能牵制笑眼了 若是让他参加到大混战当中 那么僵持的局面定然会立马打破 最后 原本引战上风的黑角玉 说不定便会被迦南学院逆反居上 这一点 无论是战斗中的众位 还是下方的无数看客 同样心中清楚 因此在范牢吐血落地的一瞬间 狂声的欢呼呐喊 忽然汇聚 最后直冲云霄 久久不散 天空之上 轻火双翼缓缓地震动着 硝烟的目光 紧紧地盯着烦牢落地的地方 直到清晰地感觉到那股虚弱的气息之后 方才暗中松了一口气 借助着耀老的力量 他能够暂时与斗黄强者相抗衡 虽说若是毫无顾忌地挥霍耀老的力量 打败范牢并然不会消耗这般多的时间 不过硝烟也清楚 耀老同样是有着一些暴露身份的忌惮 毕竟在场的强者如此之多 还有一个是他的企图 这要是一个不慎被瞧出了底细 那对如今实力尚不足以保护耀老的硝烟来说 并不算的什么好事情 不过 即使硝烟未能把药老的力量发挥到极致 可凭借着清廉地心火的强悍 以及他对贩劳的克制 打败他 倒也并不困难 哼 不能留这条老狗的命 不然 日后后患无穷 硝烟的目光忽然闪过一抹狠力 硝烟十分清楚 与一名窦黄强者结成生死之仇会有多么麻烦 因此 他自然不会放弃这个痛打落水狗的机会 心中的念头刚一闪过 硝烟身体就迅速地展开行动 只见他双翼一阵 身形就化作一团星火 玄机犹如陨石落地一般 在一道道错愕的目光中 静止对着先前犯牢落地的地方 砸去了 老狗 你受死吧 杀意凛然的鹤声 响彻天机 清火闪电般的闪略而至 最后犹如陨石一般轰然砸进了废墟之中 顿时 一股进气涟漪扩散而出 将附近的一些巨石震成粉碎 一道道手臂粗壮的裂缝 犹如蜘蛛网一般蔓延而出 轻火砸下 一道凄厉的惨叫声也是紧接而起 玄机一道血芒自轻火蔓延处爆射出来 血芒颜色暗淡无光与先前的雄魂磅礴相比 是截然不同的 血芒速度极为的恐怖 只是一闪 就出现在了远离地面的几百米的上空 这才缓缓现出其中的身影赫然是一身血污的犯牢 不过 此刻后者的形象 就是极为狼狈 他不禁满身鲜血 而且整个人突然间消瘦了许多 那个模样就像抽干了鲜血的干尸一般 好快的速度 地面上轻火闪动 萧延再度上了半空 他目光阴寒地望着远处一脸惨白 气息几乎奄奄一息的犯牢 看对方的模样 他清楚 先前这个老家伙 在瞬间蒸发了体内的血液 然后爆发出连他都望尘莫及的速度 这才逃开了必死的下场 萧延 你想赶尽杀绝吗 与萧延保持着远远的距离 范牢声音嘶哑地喝着 范宗主身为黑脚狱的人 说这话 未免有些太可笑了吧 这种事对你们来说 不是家常便饭吗 萧延冷笑地讥讽了一声 目光却紧紧锁定着范牢 他体内都起澎湃而动 随时再度发动着必杀一击 范牢脸色一阵清一阵白 片刻之后突然笑了笑 其实这事是个误会 我也是这样认为的 听着范牢的话 萧延拖着下巴沉思了瞬间 竟然点点头 然后 就在范牢也因为他的反应 而争了一瞬间的刹那 淡淡的雷鸣声猛然爆响 萧延身影陡然消失 碰 在雷声响起的瞬间 范牢的眼瞳就是猛然一坐 他狠狠一咬牙 一拳砸在胸口 一口血雾喷吐出来 而在血雾喷射间 其身形再度化为血盲 也是原地消失了 就在范牢身形消失的一瞬间 萧延的身影 诡异般的浮现 他一拳狠狠打出 却是积在那残留的残影上 将之震成了一片虚无 嗯 微微皱了皱眉毛 萧延抬起头 目光一早 最后停留在了几百米之外的 一处天空 在那里脸色近乎透明的范牢 再度闪现 哼 又是自残吗 我倒要看看 你有多少鲜血实用 萧延的嘴角 咧出了一道森寒的弧度 他刚要再度彻底 把范牢赶尽杀绝 突然间 一道清脆的能量照破裂的声音 响彻在天空里 那声音虽然不是如何响亮 可却犹如是某种魔力一般 令得天空上所有的战场都在千刻间停滞了下来 一道道目光 猛然往下看 最后停留在那塔尖 已经破裂的天坟炼器塔之上 顿时众人的脸色 都是大变 声音响起的一瞬间 苏谦脸色顿时变化 他目光豁然转向了天坟炼器塔 声音中有着掩饰不住的惊骇 啊 糟了 这个畜生竟然突破封印了 寒风的目光 也是顺着声音 投向了塔尖 他双氧狂热 身体都在此刻激动的发颤 啊 这就是天坟炼器塔里的异火吗 没想到 竟然已经凝聚出灵智了 塔尖之处 那黑色的能量膜 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爆裂开来了 黑暗之中 一对犯着火焰的巨大蛇童 缓缓地浮现 最后在天空上每个人的身上扫过 令得浑身一阵的发寒 感受着那道庞大 窦气修炼到能与天地比肩的传说中的强者之外 怕是没人能够 不在其下 感觉到颤厉了 苏谦的脸色 在封印能量膜破裂的一瞬间 就变得极为凝重 他在也懒得理会面前 不远处面面相视的金银二老 与这大肆来亲的黑角玉强者相比 他更为忌惮的 还是这塔中的陨落心炎 一火本就可怕 进化出了一些灵智的一火 更是足以令人闻风丧谈 这些黑角玉中的家伙 虽然贪婪 并且手段狠辣 但是不管怎么说 再给他们一百个胆子 也不敢对内院的学生出手 这些学生来自大陆各处 大多的背后都有一些势力 或许这些势力分开来说 并不算如何强横 但是一旦汇聚在一起 即使是黑角玉也难以承受 这一等的怒火 更何况迦南学院能够 矗立在大陆这么多年 底蕴自然不会弱 不过某些东西 在为真正达到生死存亡之际 很少拿出来罢了 比如 上次硝烟等人取得了选拔赛的前五 进入那个神秘的山谷 其中的首格老人 实力就绝对不会比虎钱弱 若是他们出手 黑角玉里的这些家伙 早就该大肆溃败了 这个时候 苏谦陡然一声力喝 内院长老听命 结阵 他竟然完全不顾身后远处的 金金二老 以及众多虎视眈眈的黑角玉的强者 他对着众伟长老贺道 听得苏谦的贺声 众伟长老目光扫了一眼黑角玉中的强者 略微迟疑就斩动身形 以极快的速度在天坟炼气塔的上空 结出先前的封印大阵 交的内院众多长老的举动 那些黑角玉中的强者也迅速汇聚到一起 目光扰有兴致的停留在那破裂的天坟炼气塔的塔尖之处 韩先生啊 目前内院长老们自顾不暇呀 可是我们出手击溃他们的大好时机呀 一个面向阴旧的老者 望着那些拼命施展斗气 想再度封印一火的长老们 冲着一旁韩风怪声的笑道 好了朋友们 一火会不会冲破阻拦 他又是否会被消炎吞噬呢 与之后事如何 敬请收听 斗破苍穹第四百五十回